有没有人因为他贪爱别人的东西而犯罪呢 太多这样的人 有没有人因为可莫上帝而犯罪呢 没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发现了没有呢 大卫看上这个八十八的时候 他就要把别人的私产权抢过来 成为他自己有的 当他这么做的时候 他的可莫就变成行动 他的行动就触犯了神的义跟神的法力 又触犯了别人的私产权 所以你看这种可莫是有罪的 这种可莫是不对的 当这个亚哈看见拿破的天然 他起念头要把这个地方占有的时候 他买不到 结果他就杀了 拿破流了他的血 把别人祖传之地 据为己有的时候 先知一利 就当面遮备他 因为这是犯法的行为 这是神所不喜欢的事情 所以这些对有限界的渴求 以无限的动机 跟无限的资格 无限的心灵 去向有限界表示你的贪求的时候 你就有犯法的可能 但是你对无限的 神的应许中间的贪求 就完全没有这个可能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应当向那天上的 向那永恒的 向那看不见的世界 发出我们的极客 我们的追求 这远固 保罗说你们 思念那天上的事 不是思念 那是地上的事 耶稣说你们若极客莫逸 你们就必得出宝足 上帝说你要向我大大张口 我就给你充满 这些的话都应许 我们有一些的渴求 一些的需要 一些的祷告 是永远不会犯法 永远不会偏理真理的 那就是我们感情深化 要达到的一件事情